关注何医生健康瓜哥 大家好我是何医生 那糖尿病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糖尿病就是由于这种胰岛素分泌不足 导致这个血糖过高引起的一个代谢障碍 那其实呢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 提前控制避免的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对控制血糖 预防糖尿病有很大帮助的一个食疗养 对于糖尿病患者 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都有一定的作用 那么同时呢还能够增强这种胰岛素的敏感性 解除疲劳 那么这个食疗药非常的简单 就是五克的牛磅根 直接泡水喝 那这个牛磅茶呢是一种具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的 因为牛磅里面还有这种天然的活性成分 牛磅有这种大自然最佳清血剂的一个称号 有一定的调控血糖和血压的功效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牛磅啊 还有这种巨糖 那这种巨糖呢被人体摄入以后啊 不容易被分解为这个葡萄糖 所以升糖指数不高 那第三个呢就是牛磅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 可以促进我们这种肠道的蠕动 有助于排便 同时呢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一定程度上啊 预制人体对胆固醇的一个吸收是有很大帮助 那牛磅呢还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 在维持人体正常代谢啊 非常有帮助 并且呢可以减缓人体对糖类的吸收 此外啊 牛磅中还有这种的这样这个膳食纤维啊 可以预制食物中的糖类跟能量的一个释放 经常使用的话可以预防高血糖 从而达到一定的控制血糖的作用 那青岛大学医学院王春波教授啊 他的一个课题组就做了一个研究 那么随机选取了120例单纯高血脂的一个患者 那么结果显示呢 这一部分人喝牛磅茶喝了一个月 62%的收视者血清胆固醇的水平啊 出现下降 52%的收视者呢 血清甘油散脂的水平下降 实验表明了牛磅对调节这一个血脂啊 是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血脂高血糖尿病的人群呢 我们可以经常喝一些牛磅茶 可以预防高血脂高血压 他还能保持人体啊 稳定的一个心脑血管的功能 预防肥胖 在这种情况下 高血糖的发生率啊 也会有所降低 所以牛磅茶特别适合三高的人群 特别适合高血糖的人群 那平时呢 对于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药物之外呢 同样重要的就是要选对食材 控制好饮食 英国医学杂志研究表明了健康的植物性饮食与恶心糖尿病呈附相关 那么有哪些蔬菜这种植物性的饮食呢 适合糖尿病人群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绿色蔬菜 比如说菜心 菠菜 油麦菜 空心菜 等等 西兰花 这些深色蔬菜啊 营养丰富 在少盐少油 这种烹调的时候啊 非常的健康 而且这些绿色蔬菜当中啊 几乎不含这种碳水化物 不会引起这种摊后血糖的升高 所以呢 绿色蔬菜啊 是可以入选糖尿病人群的饮食清单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啊 豌豆 发表在自然食物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研究是由英国帝国理工学院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 那么研究表明的 直接食用这种由自然产生啊 折皱的这种豌豆啊 以及面粉的形式加入到这种食物当中 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从而降低患病的风险 那豌豆啊 它的作用啊 主要就是一种这种豆类的食物 它营养价值很高 而且有研究表明 它对于控制血糖啊 是有不错的作用的 所以呢 还是可以适量吃一些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山药 我们中医认为啊 山药啊 有健脾 异味 滋胜 异精的一个功效 而患糖尿病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脾虚 糖分摄入过多 脾虚又没办法去运化这些糖分 堆积在体内 从而呢 升高这种糖尿病的一个患病的风险 所以啊 治疗糖尿病啊 健脾是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角度 而且呢 从现代研究来看 山药它的升糖指数啊 只有51 对于血糖控制有需求的人来讲啊 也是比较友好的 山药里面呢 还有一种叫做山药多糖的这一个成分 对于控制血糖啊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此外呢 要想控制到血糖 还需要注意以下这些问题 第一个呢 就尽量少吃升糖指数高的食物 那么平时呢 生活中呢 我们要控制好体重 避免肥胖 那过于肥胖的话 往往呢 容易诱发啊 引发这一个糖尿病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避免熬夜 据布里斯托大学的一项研究啊 超过33万人的一个研究数据表示 参与者都曾报告了自己睡眠的一个状况啊 并提交了一个血液的样本 分析结果显示啊 那些啊 失眠 喜欢熬夜 这一部分人群 他的血清 血液样本当中 这个啊 糖化血纹蛋白的水平啊 会更高 那研究也证实啊 经常熬夜的人啊 相对于作息规律的这一部分人 他的糖尿病的发生几率啊 会更高 那这主要是因为呢 长期熬夜的话 会导致我们内分泌的一个紊乱 使人体的这种脂肪代谢啊 血糖代谢啊 发生异常 不利于血糖的公质 因此啊 一定要避免熬夜 那第三个呢 就是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 比如说慢跑 快走 打太极 等等 当然如果是关节不好的人呢 还可以选择骑车 游泳 适当的这种体育锻炼啊 可以让身体 消耗多余的这种能量 热量 同时呢 也能够减脂 减肥 控制体重 同时也有利于血糖的控制 而且研究表明呢 规律运动 对糖尿病啊 是的的确确有好处的 从糖尿病病情 本身来说呢 运动呢 能增加这种 胰岛素的敏感度 改善 胰岛素 抵抗 总的来说呢 就是 管住嘴 卖开腿 养成规律的这种 作息 时间 避免熬夜 坚持进行体育锻炼 这样才能 有效的 控制 血糖 而且呢 对于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啊 也是有 不错的作用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从食物 还有就是 运动 还有就是 其他一些控制血糖的 一些建议 跟大家聊 如何去预防糖尿病 控制血糖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呢 觉得何一生讲的 有道理 欢迎给我一个点赞 大家的点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也欢迎大家把视频呢 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一起去关注 我们的健康 那么如果你有 其他想了解的话题呢 也可在视频下方的 评论区告诉我 下一期就讲你 想听的内容 好的 关注黑生 健康不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